全台疫情大规模流行 加上快篩阳诊断确诊上路 如何让民众第一时间获得诊断与治疗 高雄市早就准备好 喉咙会不会不舒服 有流鼻水吗 有 陈妈妈待会我会请你孙女 把那个药带回去 你必须一天要服两次 民众一旦快篩阳性 可采用视讯诊断或预约看诊 全市500家基层诊所提供一站式服务 诊断确诊及时给药 轻重症分流保持医疗量能 到这500家的有这个标志的 居家照顾跟抗病毒药合约诊所 它包括抗病毒的药 它都可以直接帮你开 这样的好处就是 可以在3到5天内 即刻的给他看病毒的药物 可以降低 变成中重度的% 除了诊所外 还可到29站社区站和四大小儿级 成人特别门诊 判定是否确诊 就诊更便利 防疫规定也得更注意 禁止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遵守看诊动线戴好口罩 另外看诊时 记得备旗舰保卡 快筛阳性试剂 还有慢性病处方签跟常规用药 疫情稍不停 就怕孩童欠缺疫苗保护 高雄市持续加开儿童疫苗 接种特别整 规划得很好 然后环境很大 很正洁 也是会担心 可是就是 还是要吃哪一名 比较安全 展览馆内 可爱的高通通与高雄雄 缓解孩童的不安 也转移注意力 现阶段大型医疗院所接种站 以5岁儿童疫苗接种为主 6震11岁儿童莫德纳疫苗接种 可直接与301家 合约医疗院所预约 另外30号开始启动 国小BNT疫苗校园接种 今天打了400人 可能是附近学校最多的 在两个礼拜前 就开始来做准备了 所以今天是联合医院 也派出医生跟护士都过来 对抗社区化 流感化的COVID-19疫情 高雄市全面启动 各项防疫措施 不只针对幼童 65岁以上长者 还有原乡原住民 扩大发放每人两剂 免费快筛试剂 另外5月初及上路的 关怀包得来宿 确诊者接到确诊 简讯两小时后 就可以请亲友到各区公所 或指定地点 帮忙领取关怀包 之前想说 如果来会不会等很久 会不会很多人很挤之类的 对今天看起来 就很好很快很顺畅 我觉得这服务很好 刚刚是这个是创举 不论开车或骑车 民众到场核对身份 迅速领取 从一站式诊疗服务 到鼓励施打疫苗 还有关怀包得来宿 是否全力防疫 需要你我配合 才能让疫情不再蔓延下去